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整日担着挑子走向窗户 虽然挣钱不多 但吃喝不愁 一个人的日子过得也是逍遥自在 许子林原本是一个穷小子 因为他心养好 乐于助人 后来就遇到了自己的贵人 从此生活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一年前的一天中午 许子林在城里卖柴 见到一个老汉晕倒 他二话不说就被这老汉去了医馆 拿出自己仅有的一个铜板 给老汉诊病 老汉醒来后很是感动 原来老汉姓黄 是外地人 他来这里是探望亲戚的 亲戚没找到 自己却犯了老毛病晕倒了 其实老汉身上有急救药 只是当时来不及吃了 朗中说黄老汉需要静养几天 许子林就把他带到了自己家里 几日之后 老汉身体恢复正常就告辞走了 临走时为了感谢许子林的相救 老汉就悄悄留下一个银钉子 许子林就用这银钉子买了一些杂货 坐起了货廊 他为人忠厚实诚 价钱实惠 忍一又生得俊俏 因此走到那里 都会被大姑娘小媳妇团团围住 争相恐后地买针头线脑 腌制水粉 有时遇到一些没钱的老太太 她也会毫不吝啬地送上一根针 一挂线 因此她的口碑也非常好 一日 许子林到住家村卖货 一个白头发的老太太来到她的挑子前 拿着一个木梳子看了又看 然后问她多少钱 许子林说道 这个便宜 三个钱就够了 大娘你要一个吧 老太太摸摸口袋 欲言又止 好一会儿才说道 算了 今天不要了 许子林见老太太这么喜欢却不买 就知道她没有钱 赶紧说道 大娘 您等等 这把木梳不要钱 您拿去用吧 这 这怎么可以 老太太说道 许子林把木梳子塞进老太太手里 说道 没事的 不就是一把梳子吗 这样的事情许子林做得多了 对她来说不算什么 大不了等于几天没做买卖 给老太太送书子的事 她很快就忘记了 突然有一天 这里的媒婆王大娘来到家里 说要给她说一门亲事 女子十六岁 长得如花似玉 美如天仙 许子林也十八岁了 听了王媒婆的话就很开心 说道 那感情好 谢谢王大娘为我费心了 不知这姑娘是哪个村里的 镇子东五里的住家村 女子就姓祝 叫祝雪梅 人家姑娘看上你了 就托我过来说说 你要是愿意 就尽快澄清 许子林是求之不得 哪有不愿意的道理 就赶紧表示愿意 但她手里没有积蓄 拿不出彩礼 王大娘却说道 人家不要彩礼 主要看上你勤劳肯干 心地善良 才愿意嫁给你的 许子林听了差一点 就要大声欢呼起来 心里暗暗发誓 将来一定要对媳妇好 王大娘见她心花怒放的样子 又说道 这姑娘还有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奶奶 老太太想见见你 她有话对你说 好吧 许子林想都没想就答应了 次日 王大娘就把许子林带到了祝雪梅家里 看见一个老太太躺在床上 一个年轻女子坐在床边给老太太喂药 经过王大娘的介绍 许子林得知这个姑娘就是祝雪梅 床上躺着的老太太就是祝雪梅的奶奶 老太太看着许子林说道 你还记得我吗 许子林看着销售的老太太很面熟 心想肯定见过 但就是想不起什么时候见过了 老太太拿出一把木梳子说道 这个你还记得吗 许子林说道 这就是我卖给您的梳子吧 送的 老太太说道 许子林这才想起来几个月前的事情 确实是她送给老太太的 老太太说道 你是一个善良的小伙子 把雪梅托付给你我放心 好好对她 原来老太太患了重病 她知道自己不久于人世 就想给孙女找个可靠的男人嫁了 于是就想到了许子林 像许子林这样善良的小伙子 一定会对自己的孙女好的 许子林看着老太太说道 奶奶 你放心吧 我会对雪梅好的 听了许子林的话 老太太干枯腊黄的脸上 露出了一丝笑容 在老太太的催促下 许子林就与祝雪梅成亲了 洞房夜 许子林看到貌若天仙的新娘子 是激动不已 她温柔地说道 娘子 你真是太美了 天不早了 咱们早点歇息吧 新娘子脸上挂着微笑 没有说话 任由许子林为她宽衣解带 四日一早 许子林醒来 看见新娘子已经起床了 就赶紧穿衣出来房间 来到造房一看 饭菜已经做好了 这是她生平第一次吃到现成的饭菜 心中很是感动 说道 谢谢娘子 你辛苦了 祝雪梅没有说话 而是用手比划着 许子林看到这一幕才回过神来 她还没有听到她说一句话呢 她说话的时候 她只是微笑回应 许子林以为她是因为害羞的缘故 谁知她是不会说话 二人成亲第二天 祝雪梅的奶奶就试试了 临终前她拉着孙女的手 对许子林说道 雪梅这孩子心灵手巧 不到会做饭 女工做得也好 只是命太苦 从小就没了爹娘 跟着我这个老婆子又吃了不少苦 两年前又阴发热不能说话了 以后我就把交给你了 你一定要好好待她 老太太话没说完就厌弃了 祝雪梅长相漂亮 心灵手巧 不会说话丝毫遮挡不住她的魅力 镇子上的男子遇到她都忍不住多看几眼 自从娶了妻子 许子林回到家里有可口的饭菜 晚上还有人给洗脚 按摩 暖被窝 这小日子过得比一个人多了 祝雪梅是因为发烧不会说话呢 许子林觉得这病有希望治好 她出去卖东西的时候 就经常打听哪里有着这种病的郎中 功夫不负有心人 她终于打听到百里之外的先锋山上有一种仙草 可以治疗百病 但要拿到仙草并不容易 要经过一片蜜林 蜜林里有很多毒蛇 即便侥幸穿过蜜林 那仙草生长在悬崖峭壁上 很多人都是有去无回 人家劝她还是不要去冒险 许子林觉得应该去试试 万一自己是幸运的那一个 找到仙草就可以把妻子的病治好了 她怕妻子担心 就说自己要去南方进货 于是就带着干粮出发了 许子林日夜赶路 终于到达了仙丰山下 几天之后 许子林就回到了家里 她从包裹里拿出一株泛着金光的仙草 此时 朱雪梅才知道许子林不是去进货 而是冒着生命危险去仙丰山找仙草了 她拉着丈夫的手 感动得直掉眼泪 当天晚上 许子林就用仙草煮了一碗水 然后给妻子服下 等待着奇迹的发生 次日一早 是朱雪梅把许子林叫醒的 许子林见妻子真的可以说话了 激动地把她抱在了怀里 喜极而泣 镇子里的人听说朱雪梅会说话了 都觉得好奇 纷纷来看 便问她是怎么治好的 朱雪梅就说是丈夫去仙丰山寻的仙草 治好了她 众人听了不可思议 都说朱雪梅嫁给许子林 真是嫁对人了 朱雪梅会说话了之后 就变得十全十美了 许子林看着如此完美的妻子 睡梦里都笑醒过好几次 镇上的其他男子对朱雪梅更加爱慕 可人家早已名花有主 他们又只能想想罢了 许子林依然每天走向创户的做买卖 朱雪梅则做针线活在镇子里卖 换些钱补贴家用 在小夫妻的共同努力下 小日子逐渐有了起色 可好景不长 没过多久 许子林就因为酒后失足落水淹死了 他这么好的一个小伙子就这么死了 镇子里的人都感到很惋惜 大家忍不住流下了眼泪 最伤心的人就是朱雪梅 她和丈夫成亲才两年 小夫妻恩爱有加 如今丈夫却披下她走了 叫她如何接受得了呢 她扑在许子林的尸体上嚎啕大哭 谁劝都不好使 直到嗓子哭哑了才作罢 在邻居们的帮助下 朱雪梅拿出家中所有的积蓄 后葬了徐子林 埋葬了徐子林之后 朱雪梅并没有因为丈夫的离世 而一蹶不振 而是积极地面对生活 每天依然做针线活脉 邻居们见她这样就放心了 可让左邻右舍想不通的是 自从徐子林走了之后 朱雪梅几乎天天都去 武徒夫那里买猪肉 而且看不出一点悲伤的样子 小娘子 这几根排骨送给你 武徒夫拿了几根排骨 放在朱雪梅的篮子里 有人看见朱雪梅 在武徒夫的肉摊前买了一点肉 武徒夫居然大方地 送给她几根排骨 笑得还很暧昧 朱雪梅一个刚刚死了丈夫寡妇 居然没有一点避嫌意识 就理所应当地接受了 还对武徒夫露出了甜甜的笑 朱雪梅天天都去武徒夫的肉摊上买肉 镇上很多人都看到了 说这二人眉来眼去 大家都为徐子林鸣不平 当初徐子林全心全意地对她 还冒着生命危险去寻找仙草 如今徐子林尸骨未寒 朱雪梅就有人了 朱雪梅当然也知道邻居们在背后议论她 就收敛了不少 不再天天去武徒夫的肉摊了 大家以为她是有了良心发现 其实不然 二人是明修战道 暗度陈仓 天刚刚擦黑 武徒夫就悄悄地溜进了 朱雪梅家的院子里 二人赶紧关好房门 武徒夫就要动手动脚 朱雪梅却一把推开她说道 你什么时候娶我 我不想再这样偷偷摸摸地过日子 我要光明正大的与你在一起 现在还不行 徐子林才去世不久 若咱俩成亲 外人会怎么说 再等等 一年之后我就娶你 你放心吧 武徒夫把朱雪梅哄得眉开眼笑 突然 一条大蛇从房梁上一跃而下 落在二人身上 整个房间里的温度 瞬间下降到了冰点 两人被吓得魂飞魄散 狮声惨叫 那叫声很大 很恐怖 周围的邻居们听到都赶紧起床跑到了朱雪梅的房间里 居然看到武徒夫和朱雪梅躺在地上 他们的身上铲着一条大蛇 更让众人胆战心惊的是 徐子林居然站在房间里 大家都倒吸了一口凉气 赶紧往后退 有人问道 你 你是人是鬼 徐子林说道 大家不要害怕 我没有死 是这条蛇仙子救了我 原来 原来徐子林下葬之后 这条大蛇用法力弄走他的尸体 然后把他救活了 这条大蛇为啥要救他呢 正还要从徐子林去仙丰山寻找仙草说起 一年前 徐子林为了治好妻子的病 就知身去了仙丰山 来到地方天已经黑了 他就准备在山脚下睡一夜 次日天亮再上山去 那里温度很低 睡在外面肯定会被冻病的 于是他就找到了一个山洞 然后在山洞里生了一堆火 就在山洞里睡下了 因为赶路太累 刚躺下就进入了梦乡 他睡得正香的时候 突然就被一阵 酥酥兮兮的声音吵醒 徐子林睁眼一看 顿时吓得毛骨悚然 他来不及多想 就一咕噜从地上爬了起来 因为他看到一条碗口粗的大蛇 躺在自己身边 身体再不停地扭曲着 徐子林起身就要向山洞外跑 却听到了一个声音 他顿时僵在原地 不敢再往前走 人类 你不要走 徐子林头皮发麻 不敢回头看 战战兢兢地说道 对 对不起 我不知道这是蛇仙的地盘 请蛇仙饶命 我现在在生产 孩子一直出不来 你过来帮帮我 大蛇说道 徐子林知道 若惹弄了这条大蛇 他性命难保 于是只能转过头去 就看到了痛苦扭曲的大蛇 刚才他只顾害怕 这会儿他才看清楚 大蛇的肚子横骨很大 肚皮被撑得薄如纸 好像马上就要被撑破似的 而且里面的蛇蛋清晰可见 快点 要不我的孩子们性命难保 大蛇痛苦地哀求道 徐子林看着痛苦的大蛇 他一下子就心软了 可他一个大男人 哪会接生啊 说道 我不是不愿意帮你 我是真的不会啊 大蛇说道 你按照我说的做就行了 结果怎么样 只能听天有命了 徐子林就根据大蛇的指导 开始为他接生 半个时辰之后 徐子林已经累得汗流加倍 蛇蛋也顺利地生了下来 看着一堆白花花的蛇蛋 徐子林尝出了一口气 还好母子平安 他内心的成就感也油然而生 大蛇看起来很虚弱 他微微抬头看向徐子林 说道 谢谢你救了我们母子 徐子林对大蛇已经没有那么害怕了 说道 不用谢 举手之劳而已 我今晚想在这里住一宿 请蛇先行个方便 大蛇就点头同意了 四日一早 徐子林醒来的时候天已经亮了 昨夜那条大蛇和十来个蛇蛋早已无影无踪 徐子林吃了一点干粮就开始爬山 他要赶在天黑之前爬到山顶 找到仙草 他一口气爬到了半山腰 发现前面出现了一片蜜林 心想 这应该就是传说中的蛇林 心里顿时紧张起来 要想到达山顶 这片蜜林是必经之路 徐子林努力驱赶着心中的恐惧 硬着头皮往密林深处走去 刚走不远 他就看到周围的树上 挂着密密麻麻的各色大蛇 听说很多人为了寻找仙草 就死在了这林子里面 这些蛇发现了徐子林 都抬头看着他 眼睛里发着绿光 蛇信子伸出极尺长 他不由打了一个冷战 进退两难 各位蛇仙 请高抬贵手 让晓得过去吧 你们的大恩大德我莫尺难忘 徐子林突然抱拳恳求道 而那些蛇却无动于衷 眼里发出阴森森的绿光 林子里的温度很低 他动得瑟瑟发抖 徐子林的脚一点点往前挪动 突然一条大蛇窜了起来 朝他身上扑去 徐子林吓得赶紧后退 身后又传来诡异的声音 他还没有反应过来 树林里突然变得安静了起来 只听到一个女子的声音 从身后传来 恩人 我带你过去 徐子林猛地回头看去 就看到一条灰色的大蛇 正是他昨夜帮助接生的那条大蛇 大蛇说道 多谢你救了我和孩子们 我带你走出密林 原来 这条大灰蛇是密林里的蛇王 他算到徐子林有危险就出现了 那些蛇一见到蛇王就躲了起来 在大蛇的带领下 徐子林平安地穿过密林 大蛇又在悬崖峭壁上 拿到了那株泛着金光的仙草 之后又把徐子林送下了山 这次 大蛇算到徐子林有难 又一次救了他 大蛇告诉徐子林 他根本不是失足落水 而是被五屠夫和朱雪梅害的 徐子林还不相信 因此大蛇就带着他一起 寻找二人的犯罪证据 大蛇尾随五屠夫 来到朱雪梅的房里 然后悄悄爬到房梁上 而徐子林就躲在窗子外面听动静 二人的谈话被他听得一清二楚 他这才相信妻子早已经背叛了自己 在关键时刻 大蛇就从房梁上跳了下来 把二人死死缠住 二人惊吓过度 就惨叫一声晕了过去 众人得知真相之后 都说祝雪梅恩将仇报 太狠毒了 还有五屠夫 太不是东西 居然为了一己私欲杀人 徐子林把二人送到了县衙 并拿出了二人狼狈为奸 多次设计杀害他的证据 二人对他们犯下的罪行供认不讳 原来祝雪梅会说话之后 就与五屠夫好上了 二人想要做长久夫妻 多次预谋杀害徐子林 可因为阴差阳错没有得偿 那天晚上 徐子林经过五屠夫家门口时 五屠夫就叫住了他 说要买几个火折子 之后非要拉着徐子林陪他喝一杯 因为二人的关系不错 徐子林觉得盛情难却就同意了 五屠夫一个劲地劝酒 徐子林推脱不了就喝多了 五屠夫送他回去的时候 故意从桥边走 就把意识模糊的徐子林 推进了河里 四日一早 祝雪梅就在河里 找到了徐子林的尸体和货郎挑子 表面上看就是溺水身亡 其实是蓄意谋杀 如今事情真相大白 五屠夫被判处绞刑 祝雪梅被沉堂 一年后 徐子林娶了镇子上的一个女子为妻 夫妻两个很恩爱 一生平安幸福 白头到老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看完这个故事后 不知道您有什么感想 欢迎在下方留言 不要忘了点赞和订阅 希望能给您带来收获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对 我们下期节目的观看